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关于诉讼失效期间的种类与起算的问题 首先呢,先来看一下种类 我们的诉讼失效呢,分为三年的普通送诉失效期间 以及呢,二十年的长失效期间 我们首先先来看三年的普通诉讼失效期间 那在这块呢,三年的普通诉讼失效期间 它的这个起算,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我们是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 以及呢,义务人之日期来开始进行起算 并且我们会适用诉讼失效终止和中断的这个制度 但是它不适用于延长的规定 好,那这块呢,是关于三年失效期间的一个起算 以及呢,它的一个适用的问题 那我们再来看二十年 二十年的这个长期的诉讼失效期间呢 我们是从权利受损害之日期来进行起算 它呢,不适用于中止和中断制度 但如果说有特殊情况 人民法院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一个申请来决定延长 好,那在这儿呢,还是仍然请大家特别去注意一下 这块这两个失效期间,它的起算的时间点是不一样的 也就是说呢,三年的这个失效期间 是从我们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 以及呢,义务人从这两个都知道开始呢,算一个三年 而二十年的这个诉讼失效期间呢 它是从我们权利受到损害之日期来起算一个二十年 那这两者呢,熟先发生 我们的诉讼失效期间就已经戒满了 那另外呢,你再注意一下 三年的这个失效期间,我们适用的是中止中断 而二十年的这个期间,我们有可能适用的是延长 那这块谁适用什么,大家呢,稍微去注意一下 好,那接下来,我们呢,再来看一些特殊的失效期间 比如说海上货物运输向承运人要求赔偿的请求权 海上托航合同的请求权 有关共同海损分摊的请求权 它规定的一个诉讼失效期间呢,是一年 另外呢,就是关于人寿保险、保险金的请求权 诉讼失效期间呢,是五年 所以说呢,这些比较特殊的一些失效期间 需要大家呢,有针对性的来记忆一下 考试的时候是有可能在这个地方来出题的 好,那接下来,我们呢,再来看一下诉讼失效期间的一个起算 那我们之前呢,给大家说过 说我们三年的普通诉讼失效期间的起算 是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 以及义务人之日起来进行计算 但是呢,法律另有规定的,我们依照其规定 那接下来呢,我要给大家讲解一些具体的情形 和它的一个起算的规则 那你看到这儿就应该知道 命题老师呢,是非常喜欢 在这个地方来考察一些客观题的 好,我们首先先来看分期旅行的问题 那如果说我们当时约定 同一个债务分期旅行的话 那我们诉讼失效期间呢 自最后一期旅行期限界满之日期来进行计算 啥意思? 比如说贾同学接了隔壁老王200块钱 那这200块钱可能说好了 说未来呢,分四个月 每个月还50块钱 那这个呢,是要在未来四个月来进行清偿 那我们诉讼失效期间 从什么时候开始算 那这块呢,一定是从最后一期旅行期限界满 也就是第四个月的月末 才开始起算我们三年的一个诉讼失效期间 好,那接下来再看 无名式行为能力人 或者限制名式行为能力人 对其法定代理人请求权的诉讼失效期间 我们是自该法定代理终止之日期来进行计算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个未成年人 如果遭受性侵害 那这个时候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诉讼失效期间 是自受害人年满18周岁之日起来进行计算 好,那这些起算的规则 大家呢,稍微去注意一下 好,那接下来还有侵犬之债的问题 我们是自权利人知道 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的事实 以及呢,加害人之时来开始计算 那在这里边大家注意一下 我们有一个细化的规定 它说的是人身损害赔偿的诉讼失效期间 如果伤势明显 我们呢,就从受伤害之日期来计算 也就是你知道自己的权利被侵害 如果说伤害 我们当时呢,未曾发现 后经检查确诊 并且能够证明是由侵害引起的 我们呢,是从伤势确诊之日期来进行计算的 所以这块什么叫做权利被侵害的这个事实 那在这里呢,你稍微去注意一下 它有一些细化性的规定 好,那接下来 我们呢,对于这个旅行的话 如果说债务,旅行 我们约定了旅行期限 那这时候呢,是自旅行期限 借满之日期开始计算 比如说还是我们之前和大家谈到的 假同学借隔壁老王200块钱 如果说关于这个债务的旅行期限 我们有约定 比如说好了第二天就还 那在这个时候呢,就是从第二天 旅行期限借满之日期 来开始计算我们三年的诉讼时销期间 但如果说我们假同学借200块钱 给隔壁老王的时候 我们没有约定旅行期限 就是什么时候还钱,没有说定 那这个时候,什么时候来开始计算 那请大家特别去注意一下这个点 你能看到,这个点呢 是我们今年调整的地方 那越是这种变化,调整的地方 越是命题老师会重点关照的地方 今年呢,一定重点的盯法 好,那我们说 如果假同学和隔壁老王 没有约定这个债务的旅行期限 但是呢,我们能够根据民发点的相关规定 我可以给他确定一个旅行期限 那这时候呢,我们仍然是从 我们确定的这个旅行期限 届满之日期来开始计算 诉讼时销期间 那第二种场景就是 如果说我们根据民发点 也不能够去确定一个具体的旅行期限 那这时候呢 我们就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 履行义务的宽限期 届满之日期来进行计算 这说的是啥意思 如果说我们假同学借了200块钱 给隔壁老王 那这时候没有约定一个旅行期限 那按照正常的生活逻辑 可能呢,就是假同学 比如过了10天半个月 他就跟老王说 哥们儿,你找我借的那200块钱 是不是该还一下了 这样,我给你那三天的时间 去筹策一下 这时候呢,三天后 你呢,把200块钱还给我 因为你如果立即马上的让他还钱 可能也不一定掏得出来 当然我这个例子举的是200块 你可能呢,能够当场还出来 但比如说是200万呢 你肯定要给别人一个期限 去筹策这个资金 所以说你给出来的这个期限 我们就管它叫做一个宽限期 那等到你这个宽限期 届满之日的时候 他就应该呢,来起算 诉讼时效期间了 但是在这里边有一个除外 除的是什么呢 如果说债务人 在债权人第一次 向其主张权利之时 就明确表示 说不履行义务 也就是贾同学跟隔壁老王说 哥们,这200块钱 你是不是三天以后还我一下 那这时候隔壁老王 简直就是翻脸不认人 说我凭本事借的钱 我为啥要还你 我就不还 好,那在这时候也就是 债务人呢 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的时候 明确表示说我就不还 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 那这时候我还需不需要等到三天以后 在开始起算诉讼时效期间 注意不需要了 这个时候呢 咱们的诉讼时效期间 就从债务人明确表示 不履行义务之日期来进行计算 好,这块呢 大家一定特别注意一下这个点 因为这个呢 是今年的一个调整 我比较担心这个地方 今年会有题目出来 所以大家呢 这块一定是认真的盯法 好,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不作为义务的问题 如果说是以不作为义务内容之债的诉讼时效 比如说这个保密 就是非常典型的一个不作为的义务 那在这块呢 我们是自债权人得知 或者应当知道债务人作为之事来开始计算 也就是比如说 我们某个同学 你富有一个保密的义务 那这时候呢 结果你还把你知悉的商业秘密 到处去乱说 那这个时候 不是说你从这个社会上乱说开始 起算诉讼时效 而是呢 要从我们这个债权人知道 或者是应当知道 我们这个债务人作为之事来开始起算 好,那如果是付条件之债的诉讼时效 我们呢 是自该条件成就之日来开始计算 如果是付期限之债的诉讼时效 是自呢 该期限戒至之日来开始计算 好,另外呢 再来看两个比较特殊的 一个呢 是国家赔偿 那我们请求国家赔偿的时效期间 就只有两年 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 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 行使职权时的行为 侵犯其人身权 财产权之日起来进行计算 但是被羁押等限制人身自由的期间 是不计算在内的 也就是如果中间有这种羁押 等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期间 是要把它剔除出来 不予计算的 好的,接下来再看 我们航空运输的诉讼时效期间呢 是两年 自民用航空器到达目的地点 应当到达目的地点 或者运输终止之日期来进行计算 好,那在这里呢 大家稍微去注意一下 我们这个具体的情形和起算的规则 那这块呢 考试的时候 确实没有特别多的一个滑头 就是呢 看大家对于这块内容 你是不是下了功夫 能不能够对他做到一个精准的记忆 考试的时候 不外乎就挑一些情形出来 对我们进行测试 好,那一起来看一下19年的单选题 说根据民法典的规定 我们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 普通诉诉时效期间是多久 那这块呢 正确答应该是三年 那二B选项 好,再来看17年的单选 根据保险法律制度规定 人受保险的被保险人 或者受益人 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 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来计算 那在这里边呢 我们向保险人请求给付保险金的 诉讼时效期间为多久 那在这里边呢 应该是五年 这个考察的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诉讼时效期间 好,那接下来再看18年的单选 那你看前边的那个考察 相对来说 还是这种填空型的 给你挖一下3.5年 你能够选出来就OK了 但是你从18年开始你就看到 这个命题老师完全就换了一种风格 这个难度立马就上了一个台阶 它就是ABCD四个选项 分别给你四种表述 让你逐一的来判断对错 而且呢 还就只是个单选题 也就一分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根据民事法律制度规定 有关的诉讼时效制度 下列表述中问我们错误的事 好,那首先呢 先来看一下A选项 说诉讼时效期间 自权利人知道 或者应当知道权利人受到损害 以及呢 义无人之日起来进行计算 那这个表述其实完全正确 好,再来看2B选项 说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 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 自受害人受到侵害之日起计算 这个呢 是自受害人年满18周岁之日起来进行计算 好,再来看C选项 当事人约定同一个债务分期旅行 诉讼时效期间呢 自最后一期旅行期间 届满之日起进行计算 这个表述完全正确 好,那再来看4D选项 说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20年 人民法院呢 不予保护 有特殊情况 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 来决定延长 那对于20年的这个 最长的一个诉讼时效期间 我们呢 确实是可能去适用延长的规定 那因此 这道题表述错误的 应该是2B选项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关于诉讼时效的终止和中断的问题 那这块呢 也是命题老师非常喜欢考到的一个 比较高频的考点 希望大家呢 能够注意 我们首先先来看诉讼时效的一个终止 那它呢 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究竟什么叫做诉讼时效的终止 诉讼时效的终止 简而言之呢 就是由于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原因 导致我们的权利人 可能暂时没有办法去行使自己的权利 没有办法主张自己的请求权 好,那大家想一个问题 说我们诉讼时效制度 我被创设出来的目的 其实是为了敦促权利人 积极主动的去行使和主张自己的权利 但现在它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 被阻碍了权利的行使 那这时候 我仍不仍该继续去计算诉讼时效期间 那我就不应该 否则的话呢 对于权利人而言 就不是特别的公平 因此呢 我们创设了诉讼时效终止的制度 所谓诉讼时效的终止 就是呢 给诉讼时效按下了一个暂停键 那一旦发生了终止的情形 诉讼时效呢 就停止计算 这就是所谓的一个诉讼时效的终止 好,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那在诉讼时效期间的最后六个月内 如果因为下列障碍 不能去行使请求权的 诉讼时效呢 终止 那换句话说 诉讼时效的终止 它只有可能发生在 诉讼时效期限届满前的 最后六个月内 如果你超出了六个月的范围 即便你有诉讼时效终止的法律情形 这个诉讼时效呢 它是仍然要去继续计算的 所以说这个终止 只能是发生在 期限届满前的最后六个月之内 那请大家注意一下这点 好,那这个是考试的一个角度 当然最喜欢考察的 还是有哪些情形 会带来诉讼时效的一个终止 好,我们逐一来看一下 第一个就是由于发生了不可抗力 第二个就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我没有法定代理人 或者是法定代理人死亡 丧失民事行为能力 丧失代理权等等 第三个是继承开始之后 我们还没有去确定继承人 或者是遗产管理人 第四就是权力人被义务人 或者是其他人来进行控制 第五就是其他权力人 不能够去行使请求权的一个障碍 好,那关于诉讼时效终止的情形 你拉高来看的话 其实就是各种稀奇古怪的原因 导致了我们权力人暂时性的 没有办法来主张和行使自己的权利 因此我需要给诉讼时效期间 按下一个暂停键 好,这个就是终止的法定情形 那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 终止的法律后果 那等到终止时效的原因 消除之日之后 我们重新给你六个月的 诉讼时效期间 也就是从原因消除之日起 满六个月 诉讼时效期间介满 好,那这块呢 大家稍微去注意一下 关于诉讼时效终止 那这块呢 大家需要把握住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 究竟什么叫做诉讼时效的终止 那它呢 是只有可能发生在 诉讼时效期间 届满前的最后六个月内 第二个层次 你特别关注一下 诉讼时效终止的法定情形 第三个考察的角度呢 就是关于诉讼时效终止 它的法律后果 就是从终止的原因消除之日起 我重新给出你六个月的 诉讼时效期间 好,那接下来 我们呢再来看一下 关于诉讼时效中断的问题 那诉讼时效的中断 我们还是首先来了解 什么叫做中断的概念 那这块呢 所谓诉讼时效的一个中断 它其实指的就是 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 这个就叫做诉讼时效的一个中断 好,那有哪些情形 会导致诉讼时效的一个中断呢 那在这里还是请大家简单的 去了解一下 我们为什么立法者要创设诉讼时效制度 我主要的目的 就是为了敦促这个权力人 有权力你也要及时的行使 你不要在权力上睡大觉 所以如果说这时候 比如说我权力人 已经向义务人提出了一个履行请求 我已经按照立法者的一个目的 在积极主动的维护自己的一个合法权益 已经向他提出履行请求 那既然是这样子 我们呢就给你重新来开始计算 你诉讼时效的期间 我还是通过一个小案例 帮助大家呢更好的理解 比如说呢 我们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贾同学呢 接了隔壁老王200块钱 那这时候说好第二天 那从履行期限界满知日期 开始起算三年的一个诉讼时效期间 好那等到第二年年末的时候 满两年的时候 我们贾同学呢 就主动的向这个老王 提出一个履行的请求 说哥们 你赶紧去还我这200块钱 那如果说权力人 向义务人提出了履行请求 那这时候呢 诉讼时效的期间就中断了 换句话说 从我提出履行请求之日开始 我们又重新的开始算一个新的 三年的诉讼时效期间 这个就是所谓的 诉讼时效期间的重新计算 好那你再比如说 又过了两年 我们这个贾同学 我又提出了一个履行的请求 那这时候呢 诉讼时效期间 可以再一次的中断 我们又重新的开始起算 三年的一个诉讼时效期间 那这样子 只要贾同学 不停的去主张自己的权利 他其实呢 就可以不停的导致 自己诉讼时效期间的一个中断 那进而呢 可能隔壁老王 永远都不会享有一个 诉讼时效期间 借满了一个抗辩权 好那这块呢 就是诉讼时效的一个中断 那中断的话 第一个法定情形 就是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了履行请求 那第二个法定情形呢 它说的是义务人同意去履行义务 那这块可能大家会觉得不太好理解 因为如果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 这个我们都好理解 因为诉讼时效制度本身 它创设出来的目的就是为了如此 但是这个义务人 你同意履行义务 它为什么也会导致诉讼时效的一个中断呢 那在这块主要的原因 是因为它会有一个信赖利益在里面 好比如说贾同学 我们呢借了200块钱给隔壁老王 那这个时候某一天隔壁老王就说 说我同意来履行义务了 那这样子 如果说隔壁老王像我们的债权人说 我同意履行义务 这时候就会使得我们贾同学 对隔壁老王保有一个信任 进而他可能就会去懈怠下来 不再去积极主动的主张自己权利 因为我们中国人呢 还是一个比较讲面子的一个民族 那这个时候隔壁老王都说了 说哥们我要还你钱 这时候呢从权利人的角度来讲 你再不停的向别人提出履行请求 可能面子上会有一点点过不去 所以你从这个角度考虑 一旦说隔壁老王我同意履行义务 这个就会导致贾同学 有一个信赖利益的产生 那基于这种信赖利益 贾同学呢可能就不会主动的 再去提出履行请求了 所以说我们立法者 从这个角度来说 说为了更好的保护 这个权利人的一个合法权益 当义务人 你同意履行义务的时候 他也会导致诉讼失效的一个中断 好那这块什么叫做义务人 同意履行义务 这块你的理解不能太狭隘了 我们呢会对他进行一个解释 那考试的时候 如果命题老师想考的简单 他当然就直接考你明面上的 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 但如果说命题老师想考的难一点 他呢就会考的比较深入 比较具体一些 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 说义务人 如果我们做出分期履行 部分履行 提供担保 请求延期履行 制定清偿债务计划等承诺 或者行为的 这块都会被认定为是 民法典规定的 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 所以这里边呢 你考试的时候 凡是看到这样的一些关键词 要敏锐地反映出来 它其实是属于义务人 同意履行义务的情形 进而呢会导致诉讼时效的中断 好那接下来再看第三个 就是权利人呢 我提起诉讼 或者申请仲裁 这个也好理解 只是说呢 我们第一种情形 是向义务人提出履行 请求 那我们第三种情形呢 是直接申请了司法资源的一个介入 直接通过诉讼 或者仲裁的方式 来主张了自己的权利 好那第四种情形呢 他谈到的是说 与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 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情形 那这个其他情形呢 我也希望大家能够稍微有一点点记忆 这块呢 你不用去死记硬背 你稍微去对他读一读 有一个印象 考试的时候 你能够判断出来 说这个会导致诉讼时效的一个中断 我觉得就足够了 那这块呢 从记忆的角度来说 你拉高来看 它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申请了司法资源的一个介入 只是说他不是去提起诉讼 或者申请仲裁 但是呢 毕竟我申请了司法资源的一个介入 相当于呢 是由我主动去主张自己权利的 这么一个行为在里面 所以在这里边 我们也会呢 认定它导致诉讼时效的一个中断 比如说我们申请支付令 申请破产 申报我们的破产债权 为主张权利 而申请宣告义务人失踪或者死亡 我们申请诉钱的财产保权 诉钱的临时禁止令等诉钱措施 我们申请强制执行 申请追加当事人 或者被通知参加诉讼 在诉讼中主张抵消 以及其他呢 与提起诉讼 具有同等诉讼时效中断效率的事项 你拉高来看 就是各种各样 申请了司法资源的一个介入 那这时候 也会导致诉讼时效的一个中断 那从考试角度来看呢 关于诉讼时效的中断 也是希望大家呢 把握住三个层次 首先第一个层次 你要了解一下 什么叫做诉讼时效的中断 第二个层次 关于诉讼时效中断的 法定情形 第三 诉讼时效中断的一个 法律后果 它会导致诉讼时效期间的 一个重新计算 那在这三点里边呢 其实重中之重 仍然呢 是导致诉讼时效中断的 一个法定情形 那从命题老师 命题的角度来看 他非常喜欢 把诉讼时效中止的 法定情形 和诉讼时效中断的 法定情形 互为干扰选项 把判断混淆在一起 要求咱们的考生来进行一个有效的辨析 这儿有一个新增 这个呢 也是今年大家必须要重点关注的一个点 好 那在这里呢 我们简单的来了解一下 那在这块呢 你要去了解这个法条之前 我们呢 还必须给大家补充一点点小知识 那这个小知识呢 其实之前我们稍微碰到过一点点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个补充的知识呢 就是究竟什么叫做连带债权 什么叫做连带债务 好 我们一起来说一下 说债权人如果为两个人以上 那部分或者是全部的债权人呢 均可以去请求债务人履行债务的 我们就叫做连带债权 好 那什么意思 比如说呢 这时候我们的债权人有甲和乙两个人 这时候呢 这个丙同学 他是一个债务人 好 那这个丙同学呢 可能就欠了甲和乙两个人 一共是一百块钱 那对于这一百块钱的一个债权 也就是我们的债权人两个人以上 那如果说呢 甲同学 我可不可以来找到丙同学 主张一百块钱的债权 你注意 可以 那这时候乙同学 我可不可以来找到丙同学 主张这一百块钱的一个债权 你注意 也可以 所以说这个就叫做一个连带债权的意思 也就是部分 或者是全部的债权人呢 我均可以去请求债务人 来履行债务 这个呢 就被称之为叫做一个连带债权 好 那在这里呢 大家注意一下这个点 好 那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连带债务 连带债务呢 它主要指的是说 债务人是两个人以上 比如说甲和乙 我们呢 都对这个丙 附有了一个一百块钱的债务 但是呢 我们承担的是一个连带债务的关系 那这时候 丙呢 就是一个债权人 甲和乙呢 就是一个连带债务人 那这个时候 债权人呢 我可以请求部分 或者是全部的债务人 来履行全部的债务 换句话说 仍然是一百块钱的债权 作为一个债权人 丙 我呢 可以要求债务人甲 来承担一百块钱的清偿责任 我也可以呢 找到乙 要求乙呢 来承担这一百块钱的一个清偿责任 也就是可以请求部分 或者是全部的一个债务人 去履行全部债务的 这个呢 就叫做一个连带债务 所以这块呢 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什么叫做连带债权 什么叫做呢 连带债务 这个我们之前在哪去 讲授过这个点呢 其实是在于 我们那个代理那块 有一个代理权滥用 代理权滥用里边 我们是不是包括了 自己代理 双方代理和恶意串通 那讲到这个恶意串通 如果说呢 给他人的合法权益 造成了一个损害的话 这时候呢 我们是要去承担一个 连带责任的 所以那块 我们提到过这个连带的问题 那你稍微呢 去注意一下 好 那我们现在呢 了解清楚了 究竟什么叫做连带债权 什么叫做连带债务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 在连带里边 我们这块诉讼是 要中断的一个效力的问题 那这块呢 其实就是简单的来看一看 对于呢 连带债权人中的一个人 如果说 我发生了诉讼时效 中断效力的一个事由 那这时候呢 应该认定 对其他的连带债权人 也发生诉讼时效 中断的一个效力 你比如说 甲合义两个人 有一个人向柳 提出了一个旅行的请求 那在这个时候呢 对于其他的连带债权人 比如说乙同学 那我们的这个债权呢 也会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 好 这个谈到的就是 对于连带债权人的问题 好 那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连带债务人 说对于呢 连带债务中 一个人发生诉讼时效中断 效力的事由 应该认定呢 对其他的连带债务人 也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 比如说这个丙同学 我找到的甲 要求他清偿100块钱的债务 那这时候权利人 向义务人提出了旅行请求 会导致诉讼时效的中断 但是这时候呢 也会对其他的连带债务人 也就是也会对乙 来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一个效力 好 这个呢 就是在连带之债之中 我们关于诉讼时效中断的 效力的一个问题 这个点呢 今年是一个新增 所以我觉得大家呢 还是有必要 对他呢 来进行一个盯防 那这个盯防呢 我觉得 如果明天老师在这个点来考察的话呢 他可能会有两个可能的考察角度 第一个角度呢 就是比较简单粗暴的 来就这个文字来进行一个考察 那第二种考察的角度呢 他有可能会通过一个小案例的方式 来进行呈现 所以这块呢 大家还是要在理解的基础之上 对他呢 来进行一个记忆 那但是这个点 毕竟是今年的新增 还是有一定分量在的 所以大家呢 还是注意盯防一下 好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之前的历年真题 首先呢 先来看14年的单选 说根据民事诉讼法律制度的规定 在一定期间之内 如果说呢 债权人因为不可抗力 不能够去行使请求权的 诉讼时效的终止 那该期间为多久 那这块诉讼时效的终止 只可能呢 是发生在诉讼时效期间 最后的六个月里 所以说呢 这块应该是选A选项 那在这里你注意一下 这个C选项是不对的 它说的是诉讼时效期间 届满后的六个月 我们这个诉讼时效终止 一定是在借满前的 最后六个月之内 它不是在借满之后 所以这块大家一定要仔细的审题 这道题正确答案呢 应该是A选项 好 再来看一下2020年多选 说根据民事法律制度的规定 下列呢 关于诉讼时效终止的表述中 正确的有 A选项 它说呢 权力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的 我们的诉讼时效终止 好 那这块如果是提出履行请求 它不是导致终止 它是导致诉讼时效的一个中断 好 再来看RB选项 说引起诉讼时效终止 法定适由呢 应该发生 或者呢 存续至诉讼时效期间的 最后六个月之内 好 那这个说法其实是完全正确的 也就是呢 对于诉讼时效终止的法定适由 一定是要发生 在诉讼时效期间 届满前的最后六个月以内 好 那再来看C选项 说诉讼时效终止的石油消除之后 重新计算诉讼时效期间 那在这里呢 重新计算诉讼时效期间呢 是诉讼时效中断 因此呢 这个命题老师在这个点上 他是做到了一个张冠礼带 好 那再来看一下私地选项 说权力人被义务人控制 使其不能够行使自己的请求权 是诉讼时效终止的法定适由 那这个说法就完全正确了 那因此呢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 应该是B和D两个选项 那其实大家能够分析出来 我们这道题做一个多选题 应该说呢 它还是有比较强的一个综合性的 因为呢 一方面你能够看出来 这道题呢 它考察了诉讼时效终止 和中断的一个法定情形 而且呢 会使得他们呢 会干扰选项来进行一个考察 除此之外 我们这道题呢 其实还考察了 究竟什么叫做诉讼时效的一个终止 也就是它只能发生在期限届满前的 最后六个月之内 那除此之外呢 它还考察了 说诉讼时效终止 我会面临着什么样的一个法律后果 所以说呢 通过了这样ABCD4的选项 其实它是分别的测试了一些 不同的细节性的角度 而且都放在一个题目里 然后呢 你会发现 这个题你想把它做对 其实呢 是需要对每一个选项 都要做出精准的一个判断的 好 那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16年的单选 说根据诉讼时效法的制度规定 在诉讼时效期间最后六个月内 发生的下列情形中 能够引起诉讼时效终止的事 好 我们逐一来判断 A选项说权利人提起诉讼 这个会导致诉讼时效的中断 它并不会导致诉讼时效的中止 好 RB选项 说发生不可抗力 致使呢 权利人无法行使请求权 这个确实会导致诉讼时效的中止 好 再来看C选项 说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 那在这里呢 也会导致诉讼时效的中断 而并不是中止 好 4D选项 说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义务的要求 那这块呢 也是属于诉讼时效的一个中断 它也不是一个诉讼时效的中止 因此呢 这道题属于中止的 只有RB选项 好 接下来呢 再看17年的单选 在诉讼时效期间的最后6个月内 因为呢 一定是有发生 可能导致诉讼时效中止 根据民事法律制度规定 下列事由中 能够导致诉讼时效中止的事 好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A选项呢 是权利人提起诉讼 那它导致的是中断 而B选项是发生不可抗力 导致权利人无法行使请求权 这个是中止 好 C选项说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义务的要求 这个导致的仍然是诉讼时效的一个中断 好 4D选项说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 它导致的也是中断 因此呢 导致中止的只能是RB选项 所以能够看出来 命题老师呢 就经常把中止和中断的法定情形 互为干扰选项混淆在一起 好 那接下来呢 再来看18年的一个多选题 那这个题呢 它就跳脱开了文字的一种考察方式 它呢 更多的是以一种案例化的方式来进行了一个呈现 他说王某借给李某5万块钱 约定了还款期借满之后呢 李某没有去还款 在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前发生的下列事由中 能够导致诉讼时效期间中断的用 好 接下来再看C选项 说王某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李某还款 也就是呢 我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方式 主张权力 也会导致诉讼时效的中断 好 接下来再看4D选项 说李某向王某还款1万元 那这个部分履行债务 也是属于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的情形 也会导致诉讼时效的中断 因此呢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应该是ABCD四个选项 好 那我们讲解到这里 简单的带着大家呢 来回顾和梳理一下 我们这个单元呢 其实给大家介绍的 是关于诉讼时效的一个内容 那诉讼时效的问题呢 其实主要是分成了三部分 第一部分是关于诉讼时效的概念特征和适用对象 那在这里边呢 最喜欢考到的两个点 一个是关于诉讼时效的特征 一个呢 是关于诉讼时效的一个适用对象 这两个大家必须把握住 好 那第二个问题给大家介绍的 就是关于诉讼时效的种类和起算的问题 那其中呢 命题老师非常喜欢用客观题的形式来测试起算的这个问题 那这块呢 今年有一些小小的调整 希望大家呢 能够去注意盯法 那我们介绍的第三个问题 就是关于诉讼时效的中止和中断的问题 那在这里呢 大家必须把握住 说中止它只可能发生在 我们诉讼时效期间建满前的最后六个月之内 那它的一个法定情形到底包括了哪些 以及呢 最后诉讼时效中止它的一个法律后果 是我们重新呢 给出六个月的一个诉讼时效期间 那诉讼时效中断 一定呢 是在整个诉讼时效期间之内 那这块呢 具有诉讼时效的一个法定情形 我们导致的后果呢 就是这个诉讼时效 它是会重新来开始计算的 那从考试的角度来看呢 命题老师他非常喜欢考的 就是把诉讼时效的中止和中断互相混淆起来 然后看大家呢 能不能够做到一些有效的辨析 但是呢 你能够注意到 说最近几年 我们的考试综合性越来越强 有的时候命题老师呢 会把关于诉讼时效中止的 各种各样的知识点 融合在一起来出一些题目 另外呢 你再稍微去注意一下 我们今年呢 关于诉讼时效中断的这个问题 我们有一个连带债权和连带债务的一个 适用的一个问题 这块呢 也有可能是命题老师的一个命题点 但是对于这个点来说 说完全的出一道完整的题目 这个可能性也有 但是也有可能呢 是搭着一些其他的点 作为一个选项 或者是两个选项来命制 这个呢 也是有可能的 好呢 关于诉讼时效呢 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应该说呢 在每年的每个批次的卷子里边 大概呢 总会有一道题 来测试诉讼时效的问题 咱们呢 只能是说 说应该会有题目 出自诉讼时效 但是你具体说 每个批次的试卷 究竟是考诉讼时效的特征 还是考它的适用对象 还是考它的起算 还是考中止和中断 这个呢 确实就没有办法具体的来预测了 所以呢 希望大家 能够结合着我的讲解 全面的来进行掌握 好 那关于诉讼时效的这个单元 就和大家呢 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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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